一年前的地球是恐龙统治的时代 那这个时期的哺乳动物 只能四处的躲避它们的捕食 到了6600万年前 彗星撞向地球 结束了恐龙的时代 那这也是哺乳动物崛起的开始 而喜马拉雅山 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一直到了30万年前 智人才出现在了地球上 那对于我们来说 100年就代表了几代人 而30万年 正好是100年的3000倍 那如果到了上一年的时间 这种维度啊 根本不是人类可以想象的 大家好 今天聊一亿年后的地球和宇宙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话题可能会有点难 因为人类连下一秒世界的变化 都预测不了 更不要说一亿年之后的事了 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强了 就像人类之前的一万年 都是在种地 但是近代只用了300年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探索宇宙了 但咱们今天说的一亿年之后 不是预言或者算命 而是根据地质的演化 和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 去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事 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一万年之后 人类差不多会繁衍330代左右 可能你会觉得很正常啊 人类不就是这么一代一代 繁衍过来的吗 但其实有一个 现在我们感觉不到的问题 可能会给未来的地球人 带来很大的麻烦 比如月球 正在以每年3.8厘米的距离 抛弃我们 所以它的引力 会让地球的自转 变得越来越慢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一天 可能会比现在多30分之一秒 那是不是觉得 这个时间变化 对人来说什么都不算 但是它对一些 高精度的卫星系统来说 哪怕只差一润秒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比如在导航的时候啊 只需要一微秒的时间 就能让飞机偏航300米 那先说一下 一秒等于100万微秒 所以如果时间出现了偏差 那人类能不能手动的 每个月或者几天 就加一次润秒 那首先这个想法很天真 因为润秒 不是想什么时候加就能加的 它必须要根据地球的 自转速度和变化去调整 那其次 就算我们每个月 都可以手动的加一次润秒 也跟不上地球的自转变化 所以才说 一旦润秒这个机制 可以被随意的修改 那么地球 也就不会再有 统一的时间标准了 这会让卫星系统停摆 导致导航失去作用 也就是说 包括飞机船舶在内的 一切交通工具 都会变成瞎子 无法运行 就这么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到现在 哪怕是全世界最牛的科学家团队 都解决不了 那如果时间再推厚到一万五千年 这个时候 地球的气候会经历一个大轮回 比如现在的撒哈拉沙漠 让你想不到的是 在一万一千年前 它可能是一个水源充足的大草原 那基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 一年有四个季节 对吧 这是因为地球 它的自转轴是倾斜的 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 地球的自转轴 它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会像陀螺一样 不停的左右摇摆 这就是我们常熟的地球碎差 因为每过两万六千年左右 自转轴就会摇摆到对面的方向 它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也就是说 现在的沙漠地区 经过着碎差的变化 可能会变成绿轴 而现在的绿轴 也会变成沙漠 那这种影响 它不是针对单一地区的 而是全球性的 在推演到十万年之后 我们的文明还能不能存在 这个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确定的 但是根据科学家 在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现在的文明 它是一定会消失的 因为根据推算来看 地球差不多每过五千到四万八千年 它是一个周期 而在这个周期里 一定会发生一次 足以毁灭生命的火山大爆发 那其实从我们掌握农业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一万到一万两千年左右 到目前来看 人类还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真正的经历过 能够毁灭文明的灾难 那虽然现在还没有 但之后的五万年有没有 没有人可以保证 还记得刚才说过 地球的自转轴是倾斜有周期变化的 而且这个周期变化 是会随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偏心率 让南极和北极的温度 变得越来越低 紧接着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冰山 也就是说地球很有可能 会再一次的进入到冰河时代 听着挺可怕的是不是 但好玩的是 有研究组织觉得 人类大量的排放碳 导致全球发热 所以冰河时代 可能会被推逝五万年 或者更久的时间才会出现 所以才说在未来的时间里 不光是地球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宇宙 星空也一样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现在抬头 能看到最亮的恒星就是天狼星 它在六万四千年之后 可能会变成南极星 那是不是觉得这个说法太离谱了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恒星的位置也不是完全静止的 所以地球轴向的改变 会让星空也出现变化 可能现在一听你会觉得 不就是星星换了个位置吗 对人类没什么影响 但真正让你想不到的是 在之后的一百万年之内 像猎狐座的深宿四 天蝎座的星宿二 这些恒星很有可能会发生 超行星大爆炸 它所释放的能量 在天空中就像出现了第二个太阳 而且这个爆炸产生的亮度 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 对那些喜欢看烟花 对流星许愿的人 可能就是福音 那虽然很美 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一般来说 只有距离地球三十光年之内的 超行星爆炸 才可能对生命体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像猎狐座 天蝎座 这种距离地球几百光年的爆炸 一定是很安全的 不会伤害到我们的 但其实也并不是 因为有一种比超行星爆炸 更危险的东西 伽玛射线风暴 也会同时出现 那这种射线可以在几秒之内 就释放出太阳一生 所释放出来的总能量 那如果它正好对着地球发射 可能瞬间就会摧毁臭氧层 让大量的紫外线射向地表 那这种破坏 直接就会引发生物大灭绝 所以啊 现在很多人猜测 地球上之前很多次的生物大灭绝 可能都跟远古时期的 伽玛射线爆 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且在距离地球 差不多八千四百光年的地方 有一颗非常神秘的恒星 叫WR104 那根据推算 它会在一百万年之内爆炸 可怕的就是 在它爆炸之后释放的 伽玛射线爆 正好对着地球 那除了WR104 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 就是距离我们只有 六十二光年的一颗恒星 叫做格力泽七零一 正在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 靠近太阳系 那根据计算 它可能会在一百二十万年之后 从太阳系附近的 零点一七光年擦肩而过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七零一 它会变成整个银河系中 最亮的载 但可怕的是 它的路过 会干扰到太阳系的外围 尤其是奥尔特云里的 上一颗彗星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这些彗星 会像加特林扫射一样的 进入太阳系 所以科学家预测 地球被彗星撞击的风险 直接提升几百倍 那我们都知道 生物大灭绝 基本都跟星星撞地球 有很大关系 那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六千六百万年前 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颗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 生物大灭绝 可能就会发生在 一百万年之后 到那个时候 只有一颗彗星撞向地球 不要说人类 是所有的生命 都会被抹掉 所以根据这些研究 和推算来看 整个人类的文明 都生活在一场 逃不过的宇宙灾难倒击石里 就算现在 我们有最新的武器 也阻挡不了彗星撞地球 也许到了那一天 才是真正平等的开始 最后我知道你一定会想 跟我月薪三千什么事 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一亿年的地球 都不会平静 也许我们看不到那一天 但请记住 任何时候开心地 因为在宇宙的时间线里 不要说我们 就连地球 都是一样的渺小 麻烦 接着 最近 来了